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首先啊,我跟大家来澄清一下 我昨天在视频里面说到肖若元他点这个五个KOL 人名的这件事情里面呢,我提到了华季 我说华季呢,他在全世界 包括日本啊,包括澳门啊,包括上海啊,包括香港啊 有很多的茶餐厅 有的网友呢,跟我纠正说呢 华季他并不是,他这些生意呢,确实是遍布这些地方 但是并不全是茶餐厅 他在香港太子站附近的那个呢 他就是一个地产公司 好像是叫什么21世纪啊 这个呢,纠正一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小马师徒 小马呢,也给我回应了一下 我非常感谢小马亲自呢,来看我的视频 并且回应 其中呢,有一个细节呢,也是有误的 就是小马他并没有从马来西亚搬到深圳 而是呢,他到深圳来旅游的 只是来旅游一下 另外呢,有很多的,有几个吧 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 也给我留言 表示说,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这些个华人呢 都也非常的支持 这五个 就是肖若元 点名的这五个正能量的自媒体 尤其呢,小马师徒是在马来西亚的 那马来西亚的这些华人呢 也都非常的支持小马师徒 好,就这些小的细节呢 跟大家纠正一下 另外呢,也有网友跟我说 像肖若元这样的一个 网友呢,用了一些词啊 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吧 然后呢,总之 肖若元的没有必要去理会他 而且呢,不要把肖若元看得太重了 肖若元这个人呢 其实他的思想境界啊 没有那么高 他的理论水平呢 也没有那么高 有网友就说呢 他也是人老了嘛 孙子大了 可能也是很有时间 他也天天就在网上 就是在网上广泛的就看 当然呢,跟他比较臭味相投的那些呢 有他喜欢的 有的时候呢 他看了那些以后呢 他就是随意的发表一下 他个人的看法 也不要把他太当回事 这是有那么几个网友吧 跟我这么反应 好,这是关于前面的视频呢 我就是做一些个澄清啊 纠正啊,说明啊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想说 就是关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会议上面作证 这件事情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呢 曾经何韵诗 他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呢 去作证 他作证的时候呢 他就是大肆地在指责 香港政府 以及中国政府 他没有说什么事情 其实全都是他的个人的一些观点 而他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指责呢 都是是非颠倒的 黑白不分的 受到了很多华人朋友的这个比喻和不屑 那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他能也不会说就听一面之词 那这两天呢 联合国在日内瓦 人权理事会呢 就邀请了中国的两位女性 是香港的两位女性 其中的一位呢 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一些 那就是何超琼 何超琼呢 我知道这个人已经很久了 不是说我认识他 我并不认识他 那我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呢 我从小基本就是一个追星的 喜欢看明星啊 什么的这些 何超琼呢 她是赌王何鸿燊的女儿 赌王何鸿燊 她有几房太太 这个何超琼 好像是她的二太太吧 这个不重要啊 咱们在这儿呢 就不用去那个叫那枝 说她是几太太 那都不重要 她是赌王何鸿燊的女儿 何鸿燊 她的生意有很多了 对吧 她打理她的生意 最得力的就是 她这个女儿 何超琼 我为什么说呢 我是因为追星 然后知道她呢 那她又不是明星 对吧 我还知道她一个妹妹 叫何超姨 何超姨是在娱乐圈发展的 早年的时候 在娱乐圈发展 演了不少的电影 电视剧什么的 主要是演电影 我是因为那个何超姨呢 然后也知道了何超琼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何鸿燊这么一个大赌王啊 你就算没有一个何超姨 这样的在娱乐圈发展的女儿的话 我们也不可避免的 就会知道何鸿燊这个赌王 以及她的女儿何超琼 何超琼的年龄呢 可能跟我差不多 也许呢 比我小一点 也许比我大一点 看起来反正是差不多了 她还是很能干的 她主要是打理 她爸爸的这些个财产 应该说很多年以来 她爸爸已经不管了 由她来打理 她在香港 以及在世界上 都属于一个杰出的女性了 那还有另外的一位 我就忘了她的名字了 也是香港的一个 大富豪的一个女儿 跟何超琼一样 也是非常成功的 一个企业界的女性 他们两个到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上面去作证 何超琼呢 以及另外一个女性 我不记得她的姓名了 这一次作证上呢 列举了这个 今年夏天以来 所发生的这些个事实 一个是呢 这些暴徒 他们烧 打 砸 这些个基本的事实吧 他们对这个公共设施 公共财产 公共秩序的这个破坏 以及呢 他们对警察的这个谩骂 攻击 以及呢 欧打这些个基本的事实 还有呢 他们对浦东的市民进行的那些个人身呢 心理上面的一些个攻击 这些激进分子呢 在香港就制造一些对警察 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恐惧 以此呢 为他们的暴力行为 来制造借口 何超雄本人呢 因为他被邀请去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面作证 他本人也受到了一些个威胁 受到了一些攻击 何超雄呢 就以此指出来 这些所谓的追求民主自由的 所谓斗士的他们的伪善的面目 也指出来呢 他们言论自由的这个双重标准 他们是一面他打着追求言论自由 另外一面呢 他又不允许其他的人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呢 他们就会去打击 维欧 谩骂 这样的事例呢 有很多很多 那最典型的呢 就是在香港机场的时候 他们殴打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的这件事情 以及呢 他们在机场追着骚扰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一位老人 还有呢 一位是做生意的女士 被他们 那是最早的一个受到他们围欧的 那昨天呢 其实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 大约是八点多吧 他们昨天发起了一个活动呢 就是他现在呢 他们还写作了一首歌曲 就是港独歌曲 他的内容呢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他就是这次 今年夏天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歌曲 唱到一首歌曲 然后昨天呢 他们就是聚集起来 在不同的场合 来唱这首歌曲 那么昨天在香港 有一个叫陶大商场的 在这个商场里面 他们在那唱他们的歌曲 那就有一位男士 这个我看了那个视频的从头到尾 有一个男士呢 他就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呢 手里面领着两个小孩 三个孩子 就在这个商场里面 然后在这商场里面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嘈杂 他跟那些暴徒在说什么 就听不清楚 主要的是呢 就是他那些人不是唱那个港独歌曲吗 然后他就拿一手机啊 就在那唱那个国歌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我们就看到从那镜头 就从头到尾就看 他一手呢 就抱着孩子 然后那两个小的孩子呢 一手拿着手机 那两个孩子呢 就跟着他 其中那个大的 还不停地哭泣 因为他爸爸就是被围攻啊 一开始是围攻 后来呢 就围殴 他们就打他 到最后呢 就打着他这个眼睛这块 就一道血流下来 就把眼睛打破了 流血了 然后呢 他就报警了 到最后警察来了 处理这件事情 那这个呢 就充分就说明了 那你们有追求这种民主和自由啊 你民主 你可以民主 你和平的 抗议 表达你们的声音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你说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这不叫民主啊 这叫专制 这叫反过来的专制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要求民主 你都说 政府 不能够不听人民的反对的声音 那你反过来 你提出来这五大诉求 你要求政府 每一条都必须答应 这能叫民主吗 对不对 你反过来 等于说是 你们这些人 就想绑架政府 绑架整个社会了 就你们说了算呗 少一样也不行 现在我就看到那个黄之锋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现在又提出来的一个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今年夏天这件事情啊 一定要北京出来回应才行 北京如果不出来回应的话 不行 这事没完 又升级了不 对吧 美国方面呢 最近呢 他还要请黄之锋和何韵诗到美国去作证 他这次作证呢 还不是前一阵子引起来了一个 他们就是打着美国旗子到大使馆敦促美国方面立法的那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还不是那个呢 他美国的国会呢 就是来调查香港今年夏天反修例这件事情 让黄之锋和何韵诗去作证 那你美国国会 你让他俩去作证 这个作证 如果你想客观的话 它能有意义吗 当然你不想客观 你就想攻击中国 那是有意义 那对你们是有帮助 但是你要想像联合国这样 联合国理事会这样 你想找出来真相是什么 你起码得听听这边听听那边吧 对不对 你这么单方面的 而且把这些极端的这些头目找去 能有意义吗 毫无意义的吧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 一开始何韵诗去作证之后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没有拿出来一个结论 那现在呢 何超琼和另外一个女士 他们去作证之后 联合国呢 有很多的官员就表示说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原来还有这样的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啊 也许是他们这些人可能是太忙了哈 不像咱们似的 天天的都能来关注一下香港的试探 然后能看一些个比较细节性的这些视频 也许呢 他们这些东西呢 他都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关注这件事情 不能亲自去找来看 然后应该是那些个助手助手的助手 应该是有很多吧 我觉得这些人的工作也是不得力 可能呢 我们也不能把这些个联合国呀 什么美国呀 国会呀 这些官员呀 也不能把他们看得太高了 就跟那个肖若元似的 也不能把他们看得太高了 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已呀 他们就是somehow 反正某种原因某种机遇 他们走到了那个位置上 但是呢 他们看问题 未必他们头脑就那么的清楚 未必他们就那么的客观 未必他们逻辑性就那么的强 未必他们就那么公正 未必他们就追求公正 他们有可能也需要人来对他们进行启蒙 再加上有一些人呢 他心底里面就有可能有偏见 我感觉联合国的官员呢 应该比美国的国会那些呢 能好一些 像Rubio这样的 就好像他祖祖辈辈 好像跟中国人有多大的仇恨似的 中国我相信他都没有来过 他也不了解 他好像也不想了解 总之呢 何超雄在联合国所做的这些个政 还是起挺重要的作用 能够让联合国看到呢 香港现在已经被他们那些个暴徒们绑架 我在此呢 再一次声明哈 就说我们也并不是说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暴徒 有的人可能会说 哎 那有没有那个和平示威的 有啊 有一定是有的 而且呢 我们也支持这个和平的示威去表达 但是暴徒绝对不能容忍 而且香港今年夏天呢 暴徒的数量之大 他的危害之深 香港社会 华人社会 以及国际社会 应该是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只有你全面的了解 正确的认识 你才能得出来一个正确的结论 好 我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明天都有层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